另一方面曾经揭露波音787客机存在安全问题 并被称为波音吹哨人的波音前员工 约翰·尼巴特 巴尼特本月在自己车中离奇死亡 美国当地的法医办公室称其死于开枪自杀 但是根据美国广播公司15号报道 巴尼特的密友透露 巴尼特生前曾经表示 如果自己出事就肯定不是自杀 据美国广播公司15号公布的采访语音 一位自称巴尼特好友的女子詹妮弗表示 巴尼特由于爆料波音公司飞机的安全问题 正遭报复 巴尼特还向詹妮弗直言 称自己若出事一定不是自杀 詹妮弗坚称 巴尼特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 他不会轻生 巴尼特为波音工作32年 曾在生产波音787型客机的 南卡州北查尔斯顿工厂出任指控经理 退休后 他多次向媒体爆料波音生产安全问题 据美国30英里区域网站报道 就在巴尼特出事一个月前 他接受采访 继续提供波音安全问题的证据 巴尼特指责波音公司 在飞机上安装不合标准的部件 他还指出高达四分之一的呼吸面罩 在紧急情况下不起作用 巴尼特原定3月9号 接受波音方面律师进一步交叉盘问 当天却没有出现 之后在停车场被发现 死在自己的车中 凤凤华卫视综合报道